來 佳馨 其實吳智陽真的很厲害 因為他年紀跟我差不多 但是我知道他這個律師做沒幾年 他在第一年當了縣長以後 隔年馬上買了一個五千萬的豪宅 而且不用貸款 那我徐佳馨真的很遜 我當了十二年的議員 我還在貸款 說的也是吳智陽 真的很不一樣 那麼我就好好的來幫他檢視了一下 從他當縣長這短短幾年當中 他在這個時間點當了縣長以後 這個桃園的房地產不得了 一路往上漲 而且但是吳智陽不以此為限 他說你們都低估了桃園的房地產 覺得貴沒有信心 就不要買 不要買 他就這麼告訴你 可是我們幫吳智陽整理了一下 這麼不到五十歲的年紀 他的這個同臺 臺灣頭開始走一圈 大家看到他所擁有的房產 包括在我大安區 我徐家欽都被大安區趕出去 住不起的 他有好幾棟房子 在大安區 那我們要問了 吳智陽 吳縣長 您是何德何能 你也教教我們在場 很多年輕朋友 他們可是現在都沒有立足之地 連個二十二K的薪水 都不一定馬上可以找得到 更不要講說他要在這邊 有一個房子可以住 但是我們吳智陽從這邊一路往前走 雖然有碰到了葉士文的困難 但是葉士文這一百四十三筆 仍然沒有阻礙他 他還繼續往前走 走到這邊再碰到誰也無所謂 這個副縣長李朝枝炒對皮炒糖皮 炒到底也無所謂再繼續往前走 他馬上眼看著就要達正了 達正了以後呢 那我們桃園擁有三十五歲最多的 最年輕的人口的都市 那我們年輕人將來在桃園 可以過什麼樣的生活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呢 至少要買四十坪以上的房子 你呢至少要工作三十年以上 而且你一定要貸款 要貸三十年 那你才能在桃園住得起 這就是我們吳智陽繼續選市長 最重要的一個任務 是要幫助我們的 你看看他自己的財產申報 一路剛剛傑明已經講過了 我給大家看看 他他現在名下擁有幾戶 在這個縣長任內豪宅這麼多 這幾戶 對不起 年輕人只可以看而已 你們不要想像太多 歡迎去觀光那邊景色真的很美 對 大家可以一起去促進觀光 桃園有這麼多豪宅可以觀光 那徐家欽今天講這些話 可能等一下要接到一張船票 不過我們是為了社會公益 為了桃園不會過度 因為扛工程的土地炒作 讓我們年輕人再也住不起 我瞭解沒有錯 明年我們那一條從機場的捷運 就要到臺北車站了 那如果明年一開通以後 那沿線所有的土地 說要幹什麼樣的豪宅 恐怕我們更能望豪宅心探而已 所以今天我在這邊講穿了 無非是希望大家在十一月二十九號之前 好好的講清楚 吳智陽告訴你的 覺得貴就不要買 覺得桃園想要繼續往上漲的人 就投給吳智陽 想要吳智陽不繼續炒作房地產的 就投給另外一個候選人 我就不要在這邊打廣告 但重點是我們的自己未來 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裡面 這是我們自己年輕人應該好好去想 可是這樣打廣告 打得太明顯了 我們在這裡也要問 說其實吳家在 本來就是一個大家族 如果說他們家大業大 其實只要不犯法 其實這並沒有什麼錯 不是嗎 紀委員 對啊 其實吳智陽家族大家都知道 不管銀行 然後汽車工資太多了 聽說海外還有一個很大的銀行 是他們家族資的 其實他們是政商都做得非常之成功 好像也是三餐都是公務員 對不對 沒錯 他家裡很有錢 他也做生意 雖然很有錢 但是不要忘了 縣長他的所有的財產是要信託的 換句話說這個一定是每一筆都不能夠有問題 不然的話進不起檢驗 各位想一想他既是 剛剛佳玺有講一次律師 而且哈佛大學的碩士 其實他是非常 他個人是自奉聖檢 因為他曾經跟我是同事 他也跟我講說他要幹很多的 自奉聖檢 那他太太最近好像出國旅遊 買了一個五十萬的包 好像說這個特別費的 預算不夠去報這個包 所以還要報到航空程序 聽說是這樣子 但是應該最不及侵辱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財產申報 他今天這個副縣長 兩個副縣長出事 這個大概也破了所有地方自治史 還有八個官員 你聽我說 而他的民調其實沒什麼調 就是說大家對他人格特質相當的肯定 而且信賴 這很重要 普通上有些根本幾乎不用打 就像你們花媽我也很肯定 花媽經過高雄氣爆這麼一爆 普通搞不好都倒了好幾次了 可是他的民調不掉 好像還微生 治癢的情況 就是說大家都在任何對付信賴 之前大家都不知道 治癢這麼有錢 他不是五隻羊 還有另外一點 他是五個小朋友非常的多 多到我們難以想像的地步 如果說不是維富不仁 或是取得有問題 我覺得我們應該祝福他 那最後一點 其實他曾經講過說 雖然台灣的房地產這麼貴 但是他計劃以後 要蓋很多的社會住宅 這一點不要忘了 其實當地的很多年輕人承諾說 放心 以後你們住到桃園 也沒有問題 只要我社會住宅 讓我慢慢蓋的話 我相信應該 我想他這麼年輕 應該不只是以桃園縣長 桃園市長為滿足 他應該做更好的基礎 更好的信用 讓所有不只是桃園 讓全國民眾都肯定他 你想吳伯公司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會步步為隱 放心好了 你說他會做監犯科 或做一些狗屁倒灶事情 至少我認識的智陽 應該還不至於 吳伯 吳伯雄家族 在台灣的財富 那真的是沒話說 就是他其實是比連家更早 就是有錢人了 所以你又看到說 整個瓷湖 可以能夠捐出來 這樣的一個土地的 其實也沒有幾個人 可是我們剛剛講那麼多氣 我比較在乎的是說 吳智陽你有沒有財產申報 不實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說 吳家除了在台灣 當時把這個新竹國際商 賣掉賣給渣達之外 他們在美國 還有一個復國銀行 那這個銀行就比較 就是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那難道吳智陽跟吳智剛 在你們財產申報上面 零都看不到 這到底是不是真實的狀況 還是說其實你們有已經做好了 很好的一個動作 因為你知道吳家在早期 就是說他們也真正是常感受到 國民黨給他們的威脅跟壓力 那有一點就是說 他們其實過去那幾年 比較少在中國做生意 就是跟連家唯一的不一樣是 他的中國的生意很少 除了這個吳智剛 後來在我們之前聊過的這個 金智尊珠寶 然後吳智剛在這個 這裡頭扮演一個投資人 董事的角色之外 那連家在這個吳家 吳家在中國的生意是比較少的 可是我這要說的是 吳智陽他在這麼多身邊的人 都出事的情況下 其實他還是推卸責任的 有一次葉士文出事 就是為了這個桃園何一仔的事情 出事的時候 他上媒體 結果他竟然說 我怎麼會知道 葉士文過去幹了多少什麼事 我又不是狗仔 那一次我就公開講說 吳智陽你是智障嗎 現在Google跟過去很多媒體的資料 都可以找得到葉士文過去幹了哪些事情 你要用這個人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嗎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要再繼續爭取連任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是故意 故意還是不知道不小心 因為他太多 就是說吳家的整個的一個事業版圖跟財富 很難讓人家不去把他跟整個航空城 跟所有的這些案子聯想在一起 因為要從要用人頭 要用這個檯面下的運作來炒地 其實這是很簡單的 就很像你們家在美國藏的銀行 在財產申報上面 我們看完全看不到一樣的 就是說這個要對你們來說 是易如反掌的 因為這家這幾個 就跟連家吳家都一樣 他們的財富真的是富可敵國 可是我們一樣是讓他們在這個位置上 然後做好也就罷了 做得不好 做了出了那麼多事情 你還有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藉口 那我只是覺得民進黨 鄭文燦有點不爭氣 也就是說在吳志強這麼多 這樣的一個弊端的情況之下 那民調還是沒有明顯的一個起色 就如果你現在到目前為止是平分秋色 那我覺得說那這樣的話可能 鄭文燦的努力 鄭文燦的這個機會是比較大的 問題是到現在我們比較沒有看到 博公站出來 像連戰這樣子 什麼我不是權貴 那我覺得真的是因為 桃園的選民 似乎還是願意給吳志強 給他們繼續這樣子做下去 這是我比較納悶的 那我們稍後回來 第五季 哪兒 哪兒 感谢观看